云征笑道 现在还不算 张设依旧牢牢地控制着队伍 如今最多只能叫做狗急跳墙 只要我们打蛇狗腿 那时候才会尘埃落定 李长忽然回首看着云征道 你临上战场之时说的那番话 是你故意说的吧 云征摇头道 不是 战场上的形势千变万化 能把一个将军弄死的意外因素很多 掉下战马都会摔到脖子而死 所以啊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李长认真地对云征说 这样就好 既然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我也告诉你一件事 你给我带来了一场大功劳 所以你打掉我牙齿的事情 我就算是忘记了 云征拍拍李长的铠甲 命人找来两把椅子和李长一起坐在山包上 看张舍如何突围 李青的胸背上定满了箭矢 好在身上穿的甲皱很厚 这才保住性命不失 但是出发前的一千余人 如今只有几十人随着他冲上了山坡 看着刺猬一样的李青 狼坛凝笑着扔掉手里的弩箭 从地上拔起自己插在那里的长刀 快走两步 凌空跃起 凶狠地对着李青的脑袋就劈了下来 李青双手举刀迎了上去 苍狼一声响 两柄战刀已经死死地咬在一起 李青的膝盖一软 扑冲一身跪了下来 却依旧保持着自己抵抗的架势 狼坛见刀子咬在李青的刀子上 一时拔不下来 顺手撤刀 手在背后一抹 一把硕大的镰夹就被他握在手里 李青见识不妙 也扔掉刀子 身子往前一拱 就钻进了狼坛的怀里 死命地将狼坛往人群里顶 直到这个时候 他心中想的依旧是多拖住一些敌人 好让张舍离开 狼坛的廉家重重地击打在李青的腰背上 廉家飞锤上的尖刺 将他的腰背刺得血肉模糊 在挨了三锤子之后 李青终于松开了搂着狼坛腰部的双手 软软地倒在地上 努力地翻过身子 贪婪地看着蓝色的天空 自言自语地道 我尽力了 然后就吐出大口的血 狼坛如同豹子一般轻盈地走在战场上 手里的廉家接连飞起 在轰爆了三颗头颅之后 这才满意地扫射一下战场 带领着部下继续向正在激战的南边压了过去 张舍此时顾不上李青 由于是仰功 战马的速度总是起不来 眼见围拢过来的宋军越来越多 怒吼一声 一个射雕手一箭三发射倒了挡在前面路上的宋军 撕扯掉身上的皮甲 提起一对鲜花斧头 从战马上窜下来 挥舞着就向前面砍杀 像他这样做的并不止他一个 那些汉族中不发铁钥子这样的恐怖存在 简单的兵人在他们的手中发挥出恐怖的威力 短短时间 在这些汉族的强攻下 张舍的大军已经攻破了三道宋军防线 眼看就要透阵而出 不过他们的好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 随着弩阵和弩炮群的到来 西夏人发出阵阵的哀嚎 冲击得更加的猛烈 随着密集的箭雨和冲天的火光 以及密集的爆炸声 武器的吸力将西夏人担兵的汉勇完全抵消掉了 江舍面临自己的部下和张舍拉开距离 拒绝和他短兵相接 五千人的队伍从密集逐渐变得稀数 那些勇敢的西夏军族 大部分都已经倒在了前进的路上 他们总以为 低矮的连绵不断的丘陵地带是骑兵的伏地 现在看起来 似乎并不是这样 宋军步兵因为拥有了远距离的杀伤性武器 骑兵想要快捷如风的在丘陵地带穿行 已经非常的艰难了 四面八方都有弩箭或者火药弹射过来 四面八方都有宋军涌出来 不管西夏军如何的奋勇作战 突破一道又一道的防线 他们的面前总是能出现更多的宋军 这样的感觉让人何其的失望 张摄手中的宝刀已经成了锯齿一样的东西 他顺手抛掉这把追随了他几乎一生的宝刀 抽出金刚短毛 反手刺进了一个准备偷袭自己的宋军的肩膀上 大叫一声 竟然将那个宋卒挑了起来 想要顺势扔出去 没想到那个肩膀已经被刺穿的宋军 竟然死死的抱着这只短毛 张摄无法 只好连人带枪一起扔了出去 那个几乎死掉的宋军在地上打了几个魂 嘴里吐着血 却抓着张摄的短毛 乌拉乌拉的向其他的宋军炫耀自己的战功 这还是以前那种一击击溃的宋军吗 他们汉勇而有理智 尤其是小阵型的配合并不输给西夏军人 短时间里拼一个不分胜负还是可行的 可是宋军太多了 他们就像是一个旋转的车轮 不同的小队总是轮换着和面前的敌军交战 一旦已经疲惫不堪的西夏人露出一个破绽 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抓住漏洞一拥而上 用自己的兵刃将西夏人剁成肉酱 终于再次突破了一道防线 张摄骑着汉血马站在山包顶上 身边只有不足三百人还围绕在自己的身边 丘陵地带里还有无数的厮杀正在进行 宋军用丘陵地带巧妙地将西夏人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有些地方厮杀的声音渐渐平息了 张摄知道那是自己的部下再一次被人家消灭了 看到一对宋军长矛上挑着西夏人的手机 喜气洋洋地向自己围拢过来 张摄心中的悲意竟然到了难以抑制的地 扯掉自己已经被宋军挠锅刮得破破烂烂的甲州 仰天咆哮一声就像距离自己最近的战船冲杀过去 他对自己能否活着离开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既然是死 不如和自己的部下一起快快活活地战死 汉血马长死一声 竟然一下子就从山包上跃了下来 落在宋军的军阵里 一个躲避不及的宋军被马蹄子踏得长破肚流 失去了侥幸心理的张摄 终于显露出自己早就失去的汉勇的一面 左手长刀右手战矛 在宋军战阵中左撑右图如入无人之境 转过一个山包 他看见十几个西夏军正在背靠背围成一个圆圈 和宋军苦苦地战斗 一个年轻的西夏军 没能挡住一柄砍过来的斩马刀 一支如同毒蛇一般的长枪就从他的肋下钻了进去 带着倒钩的长毛在往回抽的时候 生生地将那个年轻的西夏人从圆阵里头拽了出来 他手足无措地想要弄掉那刺进自己肋下的长枪 却无能为力 唯有死死地拿手抠着一松青草 不想让自己被宋军拖走 一柄长刀出现在他的面前 那个偷袭自己的宋军的人头忽然冲天飞起 然后他就看见自己赤裸着的上身浑身冒血的主将 将军 带我回家 我娘在等我 张舍的鼻子一酸 从汗血马上跳了下来 将那个奄奄一息的少年扶上战马 朝着正在山头喝茶看战事的云征大吼道 云征 老夫保证不自杀 请你放过这个孩子 已经洗漱干净的云征 优雅地放下手中的白慈悲 笑道 你是死是活并不重要 我只想把你吃进肚子里的大宋百姓的油脂生生地炼出来 然后做成长明灯 放在被你屠戮的地方还债 李长辉辉自己的袍袖 驱赶走了一些恼人的苍蝇 催促云征赶紧下棋 在他看来 张摄这个人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身为大宋著名的功利者 他从不在一些无用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此时的李长 只希望拿到张摄的人头去找皇帝要官爵和赏赐 至于那具尸体 云征打算怎么做和他没关系 战场上下棋是李长的恶趣味 他认为一代儒匠就该是与善官经指点江山才是 浑然忘记了两个时辰之前 他拉着将要出战的云征泪水滂沱的模样 经历这一场大战之后 李长就能骄傲的告诉所有人 他确实是一位儒匠 面对排山倒海般扑过来的骑兵 是如何的指挥若定 神色坦然 至于云征在他的陈述中 早就变成一个领着一群军汉 在人群里厮杀的猛汉 战士的指挥全部出自他李长之手 这本身就是云征刻意这样安排的 万一复辟战死 总要找一个替罪羊才行 而李长对承担这个责任丝毫不在意 如果指挥军队的是云征 复辟战死之后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找他的麻烦 最起码一个见死不救的罪名 他无法逃脱 这一点云征知道 李长更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所以云征的能力和功绩被弱化之后 就能少受一点攻击 李长包揽了大权 这就很好说了 他是文官 获得战功之后 也是全体文官的荣耀 复辟战死 也就会被形容为壮烈和果决 前有复辟死战剧敌 后有李长指挥若定 整个文官群就大有文章可作 史书也会将复辟之死弄得光芒万丈 复辟的子孙也一定会受到大家一致的照顾 云征拿着棋子随便走了两步 战场上的厮杀声就慢慢的平息了下来 那个被张舍扶上战马的伤兵 被宋军十几只长枪给挑了起来 勉强挣扎几下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他的尸体被宋军扔回张舍勉强维持的那个小战团 五万余人在方圆三里之内的丘陵帝厮杀 那些占据了制高点的远程武器 慢慢的停止了射击 这次的战争证明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有效的远程武器 对于迟滞杀伤骑兵的能力很强 可以有效的瓦解骑兵的集团冲锋 对这一点 宋军的各级将校都有深刻的体会 夕阳西下的时候 宋军开始大声的欢呼 迎接自己第一场决战胜利的到来 云征也高兴 军队这头怪兽只有依靠胜利这个粮草 才能喂养的无敌于天下 狼坛一连崇敬的邀请云征和李长 去观看最后的战场 于是统帅和监军就非常享受的去观看 部下想要夸功没理由不满足人家 下了山包 云征才发现 狼坛脸上的崇敬之色根本就不是给自己的 他娘的竟然是给张射的 一个已经被弩剑射成刺猬的家伙竟然不是躺在地上 而是握着一把断刀张大了嘴巴 双目圆征的处在那里 如果不是这样的动作完全凝固 云征甚至以为这家伙还没死 他身边的膝下人全部倒在地上 围成一个圆圈仿佛还在守卫自己的统帅 看到这一幕云征也不得不朝张射拱拱拱手 这家伙确实是一位合格的统帅 如果不是因为战相这种出乎他预料之外的战争机器 出现在半路上冲断了他的后续军阵 云征以为自己即使取胜 也将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 李长这个极度害怕尸体的文人 此时此刻 他痴迷的看着张射的尸体 看出手在张射的脸上轻轻的捅一下 然后就爆发出一阵几乎令他气绝身亡的大笑 这具尸体是我的 云侯啊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您拿去点天灯太浪费了 在秦州能有几个人看见 交给我吧 我会请高手匠人将这具尸体制作成腊人 然后在他的嘴里塞一根棉线绳子 这样的一根大蜡烛 如果被陈列在大庆宫 竟然叫蛮蚁之辈 拂手贴耳 拱抚我大宋神威 李长干瘪的嘴里喷出语速极快的一段话 云正的感觉还好 郎坦江泽良吉等人的脸色就不好看了 吴杰皱着眉头道 此人唯一英杰如此 话还没说完 就被云正瞪了一眼 善善的住嘴没有往下说 云正悠悠的道 这样的英雄人物是我们的敌人 我恨不得将杀我大宋百姓成名的英雄 全部制作成蜡烛 吃人的英雄算了什么英雄 禽兽而已 训斥完吴杰又对李长道 监军说得极是 将这样的恶贼制作成蜡人是个好法子 他身上的箭矢不要去掉 就按照这个样子交注 以后抓到这样的英雄人物 不论死活 我们都用蜡交注之后存起来 献给国家镇上那些心存不轨的蚂蚁之辈 他们崇尚的是武力 胸中无德 自然不知感恩 这些蜡人的存在也让那些人知道 大宋不光有圣人之道 也有霹雳手段 李长的一张脸笑得几乎成了一朵菊花 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无论如何 这第一尊有分量的蜡人 生平是要自己亲手撰写才成 大军熬战了一天 直到此时 秦州通畔才带着民夫进入战场开始打扫 清理 他们首先处理的是战死的宋军君族 将尸体用麻布包裹之后摆在平地上 然后才开始拨出西夏人身上的铁甲 皮甲 武器 以及搜刮他们身上的金银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崔达的 早在大军出发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约定 那些来到军中的商骨 很自然的开始分门别类的整理自己的货物 李长对这一幕很是看不惯 他看中了一身西夏明光铠 上去讨要 却吃了闭门羹 那些商骨并不理会监军要求 拿出自己和大军签订的文书给李长看 怒气冲冲的李长 不小心在文书上看到了自己和云征的名字 又瞅瞅下面的一行小字 就轻咳一声 吩咐这些商骨一定要把战场打扫干净 不得有任何的遗漏 然后就背着手去自己的营帐 监督那些军中工匠给张舍的尸体放血 尸体里面如果有过多的血迹 对制作辣人很不利 张舍的尸体里面的血已经很少了 工匠们小心的割开张舍的血管 用手死命的揉粘尸体也没有挤出多少血迹来 箭实在是没有什么血 将人们重新用鱼胶粘住刀口 然后就开始往尸体上涂抹香料 如今正是夏末秋初 如果不快速的对尸体做防腐处理 尸体就会坏掉 李长绝对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瞅着眼前处理的尸体的恐怖场景 闻着香料刺鼻的味道 李长丝毫不觉得这里的环境 和自己清高的文人特质 有什么不相符的地方 眼睛看着尸体 思绪却已经飘到了东京 如果自己这次能够凑足十二个蜡像 一定会让天下震惊的 建立一座装满葫芦首领 真人蜡像的馆阁 这时候已经变成了李长最大的愿望 云征这个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以共识 只要你不干涉他的指挥 他绝对不会和你过不去 至于功劳这东西被人在滋滋以求 云征却担心自己的功劳太多 推托都来不及 想象也是啊 二十几岁的三品十权君侯 不靠祖宗的庇护 不靠县位 不靠钻影 全是自己一刀一枪的杀敌症来的 如果不是还有外患未凭 这样的人绝对是朝廷上诸位大佬的眼中钉 肉中刺 自己吃饱了撑的才会去干涉一个百战名将的指挥 将军队弄垮了 对自己没有半点好处 只要这支军队一直打胜仗 谁敢说自己这个监军没有功劳 战场是云侯的天下 李长认为就算是陛下亲征 实际的指挥权还是交到云侯手里比较合适 从东京出来到陈仓建立军寨 再到如今阵展张设 云征这个百战名将如何作战 李长看得清清楚楚 其中的酸甜苦辣自己也感同身受 云征披甲上阵和自己道别的时候 李长那一瞬间觉得自己的脊梁骨被抽掉了 直到那个人满身鲜血的站在自己村前 朝自己大笑的时候 才感觉自己的腰板好像又挺直了 好的军人 是文人治国平天下之时的脊梁和胆囊 李长第一次发现 自己开始正式的融入到了大宋的官僚体系中去了 就凭这个见解 足够自己在史书上留下重重一笔了 再一次闻了闻浓郁的香料味道 李长走回自己的营帐 吩咐老仆言末 他准备把自己在西北地的所见所闻 全部报告给皇帝 这是自己这个监军的天职 此时已经是月上半天的时刻 战场上已经没了人计 赤身露体的西下人的尸体堆积在惨白的月光下 只有一些野兽绿油油的眼睛在尸体堆上大肆的啃嚼 不是民夫们不准备掩埋尸体 而是因为尸体太多 昨天一天之中掩埋不了那么些而已 一头又小的野狼准备在一只比较新鲜的手掌上咬一口 就前那只手忽然翻转过来猛地刺进了那头野狼张大的嘴巴 死死地掐住野狼的舌根将整只手堵住了野狼的呼吸道 野狼剧烈地跳动起来 不大功夫就软软地倒了下来 一个只剩下半张脸的尸体忽然睁开了眼睛 收回自己的手 推开堆积在自己身体上的尸体 将嘴凑在野狼的脖子上 咬开血管 大口大口地吞咽起这头狼还没有凝固的血液 毫半上 他抓住半截枪杆子 站立了起来 看着堆积如山的尸体 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 秦王川主寨已经摇摇欲坠了 刚刚打退了敌军的军士们呼喝着在扑灭寨墙上的烈焰 贾魁晃得了一屁股坐在地上 推开一具被投尸机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 坐在血水里 无力地摇晃一下自己空空的水壶 不甘心地拔出筛子从里面空出几滴水 落在胶壳的嘴唇上 已经四天了 贾魁不知道自己还要守卫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寨多少天 但是他知道 今天晚上 大概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见星光了 秦王川大寨的外围攻势已经被墨赠鹅旁填平了 仅仅靠着火药弹强大杀伤力 这才勉强守住这座孤城 根据探马川来的消息 墨赠鹅旁可能找到了或者挖出了一条绕过秦王川的道路 秦王川周边群山环绕 未知的地方非常的庞大 有些杳无人烟的地方 就算是自己的哨探都没有涉足过 傅必不肯走 所以贾魁只好死战 想到这里 贾魁就长叹一声 瞧破了墨赠鹅旁的形藏又如何 左右战局的永远都是绝对的实力 他不明白云正为何躲在后面不露面 到了现在 墨赠鹅旁也应该感到疲倦了 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 无论如何都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 该出手了呀 贾魁无力的用拳头在地上捶了两拳 拳头上顿时就被血泥糊满了 身体靠在债墙上 他已经不想回到军寨里去休息了 反正明天日出之时 也就到了自己生命终结的时候了 没必要回去 贾魁抽抽鼻子 想起还在西京等自己回家的老母幼子 鼻子就酸酸的 手腕上带着老母从庙里求来的神符 已经肮脏的看不清楚颜色 那是老母在自己出门的时候 亲手给戴上的 说什么 这是她在佛祖面前诵经千遍才求来的 很早以前 贾魁就以为自己已经失去流泪这个身体功能了 想不到这今晚忽然又恢复了 眼泪流淌的根本就止不住 不管是掐腿还是抬头都没有效果 看到掉在手背上的眼泪 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他想把神符用手搓干净 却越搓越脏 自己的两只手上全是干枯的血泥 后营忽然哗然一片 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后来简直变成了珊瑚海啸一般的怒吼 贾魁猛的站起来 眼前金星直冒 相比于大脑暂时性的缺血状态 他更担心后营发生了什么事情 千万不要是营笑啊 秦州军营之中 营归森严 别说是高声叫喊 连没事造造谣都有生命危险 而且军营是地道的速杀之地 复辟颁布的军规 有所谓十七条五十四站 动辄就会有杀头之祸 所以当兵的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 经年累月下来 精神上的压抑可想而知 另外一方面 西军中军官四翼欺压士兵 老兵结伙欺压新兵 军人中拉帮结派 明争暗斗 矛盾年复一年积压下来 全靠军纪谈牙着 尤其是大战之前 人人生死未知 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一命归西 这时候的精神 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 贾魁从大战初起 就担心会有营销 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 如今在全军伤亡过半的时候 他终于到来了 用不着去追问缘由 很可能只是某一个军事作恶梦 吼叫了一嗓子 继而大量军人开始发狂 互相撕打殴斗 甚至于互相咬势 这种恐怖的疯狂都爆发出来 再加上一些心怀不轨者 会在这个时候乘机杀掉和自己有怨的军官 混乱就更加的不可遏制 只要发生营销 就算是孙武再生 也没有回天之力了 贾魁颤抖着手 找到一把长刀匆匆的下了寨墙 他准备豁出命去 平息营销 否则明天不用作战 自己人就会把自己人杀得差不多了 下了寨墙 召集了几个同样迷惑不解的亲兵来到营寨 他奇怪的发现 这些宋军确实在大声的喧哗 有流泪哭喊的 有垂胸学狼叫的 有脱掉衣服 光屁股跑路的 还有大声唱着银词烂调的 就是没有互相厮杀互相斗殴的 就算是有人搂在一起 那也是抱头痛哭或者发颠狂笑的 不但是君族如此 军官也是一个模样 他们同样在疯狂的宣泄 贾魁甚至看到老朋友苍曹副使刘达 使劲的将自己的脑袋往一根柱子上撞 他快走两步 拉住刘达贺文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刘达睁开眼睛 一把抱住贾魁大笑道 怎么回事 还能是怎么回事 我们死不掉了 我们死不掉了 老贾 赶快收拾行囊 我们这就离开秦王川这个血肉战场 贾魁用力推开刘达 大声道 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下令让我们离开秦王川的 刘达擦拭一下眼泪道 云帅 云帅在乱石破一战 全迁了张摄所部一万六千人 张摄如今已经被制作成了蜡烛 送往东京请攻 云帅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 持之莫层俄旁大军的作用 他在秦州的布置已经完成 就等着莫层俄旁进入他预设的秦州战场 我们能离开秦王川了 听了刘达断断续续的诉说 贾魁也纵声长笑起来 刚才抑郁的心头的闷气一扫而空 西下一十四万大军 真正能称之为精锐的唯有战舍 张将兄弟率领的铁甲军 正是因得有这三万铁甲军的存在 远寨六部才不得不听从莫层俄旁的指挥 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如今张摄的一万六千人被云征消灭在了乱石坡 张将的大军这些天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一旦这个消息传到远寨六部的耳中 主客意味之下 西下人休想如同前些日子那样拧成一股绳 不计生死的向秦王川发起攻击 这些天 复辟贾魁的日子不好过 墨葬鹅旁的日子同样不好过 张摄的行军速度远比他预料的要慢不说 而且到现在已经有六天的事件没有任何消息传来了 为了不让远寨六部寒心 张将的铁甲军奎明守城的侵卫军也加入了攻城的序列 在复辟数量巨大的火药弹的攻击下 个人的无勇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即使再强大的军人被火药弹炸过之后 也是一具破破烂烂的尸体 他们如今只是将希望寄托在那些巨大的投尸机上 才能对宋军造成一些伤亡 贾魁长长的吸了一口气 觉得已经耗尽的力气在一瞬间就回来了 劈手夺过刘达腰间的水囊 咕咚咕咚的喝了一个痛快 然后大笑道 哈哈哈哈老刘 你去告诉府尊 请他立即离开齐蒙川 我带着本部在齐蒙川为大军断后 哈哈哈哈 我这就去安排防务 明天只要莫藏俄旁赶来进攻 老子一定给他一个毕生难忘的教训 哈哈哈哈 放心的撤离吧 云帅一定会安排大军接应的 贾魁说完话就拿着刘达的水囊上了城寨 他第一次希望太阳早点升起来 好让自己将这些天受到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 既然秦汪川大寨不要了 他就有的是办法利用这座大寨 给莫藏俄旁一个毕生难忘的教训 复辟一个人坐在大帐里 一杯接一杯的喝着自己的葡萄酿 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打算 军族们已经排着队 从自己的军帐外走过去好多人了 刚开始是资众和伤兵 接下来是军队里的文官队伍 而后过去的是残存的香兵 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 有些兵族的名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刘达走进大帐 瞅瞅早就收拾好东西在等候老爷的老仆 笑着对复辟道 伏尊啊 大军已经撤退的差不多了 您也该动身了 咱们这次撤退有功无故 您何必要纠结陛下说的那句发急的话呀 复辟放下酒杯 叹息一口气道 唉 你也当了这么多年的官了 怎么连这点事都弄不明白呀 陛下亲口说过要我复辟战死在秦王川 现在我跑了 你让陛下如何自处 自古以来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就算老父留在秦王川毫无用处 也必须留在这里 因为这是赤命 我复辟既然是陛下的臣子 当然不会让陛下难堪 让自己的明节受损 老仆大吉跪倒在地哀求道 老爷 您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 如今困手孤城已经没用了 云帅已经布下了天罗帝王 等着墨葬鹅棚一头钻进来 您没必要死守啊 老奴出京来秦州的时候 夫人哭得死去活来 几位少爷也哀求老爷保重身子 复辟咳嗽一声 老脸微红朝刘达笑骂道 你这狗才 老夫不走 你难道就不能将老夫捆着离开吗 听说你也是一个玲珑心肝的 一点眼神都没有 怎么混到无品官的 刘达黑黑笑着 从身后取出一条麻绳 搭在复辟肩膀上笑道 卑职能坐到无品官的位置上 自然是有道理的 此事如何能让府尊为难呢 这不是我已经把绳子准备好了 复辟哈哈一笑 很是开心 老婆婆提微笑 赶紧去拿复辟的东西准备上车 从外面走进了两个壮汉 抬着复辟的椅子 就把他送上了一辆偏乡车 这是云征特意送过来 他不想复辟在最得意的时候丧命 莫藏俄旁在大帐外面站立了整整一夜 少探告诉他 宋军营地里欢声一片 听到这个消息的莫藏俄旁心痛如刀割 宋军在穷途末路之时 欢庆只有一个道理 那就是张舍出事了 他有些后悔当初派张舍去寻找突破陈仓机会的军令 当时就该转身离开秦州 一万六千余名西夏最精锐的骑兵 也不知逃出来多少人 也罢 事已至此 明日只好全军攻击秦王船 只要振战复辟 就能说得过去 无非是患字而已 王勺躺在牛车上 无聊地看着蓝蓝的天空 天空中不多的云彩 在无序地飘荡 一会儿汇成一团 一会儿又被高空的风撕裂 变得七零八落 在这个过程中 总有一些云彩消失了 当他闭上眼睛 小睡一会儿再睁开的时候 天空中一片云彩都没有了 晴空如洗 夏末的太阳 在升起不久之后 就变得酷独起来 王勺却非常喜欢 太阳光照在身上的感觉 不是因为冷 而是因为全身起痒难当 想要拿手去挠一下伤口 又不敢 那个死人脸大夫不允许 现在正是伤口愈合的好时候 不敢见水 不敢触碰 所以 王勺觉得自己身体上的味道 和咸鱼没有区别 不过 他的心情还是好的 自己的满身伤没有白挨 听说张摄被监军大人弄成了蜡烛 他就不觉得自己受点苦 有什么不合适 张摄全军覆没 这是大宋军队和西夏人作战时取得的最好战绩 有张摄这根蜡烛垫底 秦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向朝廷做出一个解释了 王勺自子纯 江州德安人 家幼进士 出任建昌军不过三载 自从武圣军的军侯考取了进士 被安插进军队之后 年轻的新科进士 进入军营任职 就不再是什么奇闻了 王勺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付串